今天在高雄县的六归乡这个地方 那么呢我们看到救难人员持续在救出灾民的同时 国军也开始出动进行消毒 我们请记者翁崇文为我们掌握最新的消息 好了风灾过后灾民整理家园 清除了一车又一车的垃圾 很多的垃圾也堆在这个大门口 也因此呢这个现在山区天气放晴之后呢 一经布塞很怕呢引发这个传染病 因此今天呢军方呢也开始呢在大街小巷来消毒 那么主要是以交通要到的村落为主 今天包括了六归的一宝村文武村 还有这个二坡村都开始进行了消毒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国军呢虽然这个天气很热 不过然后他们是全副的武装在一家挨家挨户的消毒 那么沿着水沟旁或者有堆垃圾的地方呢都喷洒一遍 不过呢就有灾民说呢 其实呢这个军方呢根本不需要在这个看到的地方 干净的地方来做喷洒一个消毒的动作 有点像做这个表面功夫 主要原因是呢这样的地方其实坐在大排水沟后面 我们来听听沛民怎么说 你这种并没有人收到的 这并没有人严重啊 那你这不来经历的时候 那外面那边就一十个箱子要清理清理了 对不对 这水沟那边更严重了 这样对不对 那角落角落最严重的啦 那这边边看了这样而已 好灾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国军在消毒的时候呢 不应该呢只是这个喷洒看得到的地方 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也要特别注意 像一些像很多的这个灾村后面其实就是大排水沟 那么很多的积水容器呢 里面呢很容易滋生病 这些才是该消毒的地方 不过针对于灾民这样的痛拼呢 那么军方是说其实消毒有一定的程序 那么先往这个大方向来左手 那么呢有关于这个 呃在大方向做完之后呢 有关于这个灾民的这个家民里面呢 比较脏乱的地方或者比较细节的地方 会再逐一来喷洒 希望呢灾民呢有点耐心 以上是目前现场的情形 镜头交往给彭内主播